我们社会的这种 现在这种所谓成功学 都是拿钱做标准 我们今天社会是 过去文人还能成功 今天文人成不了功 就是你小说写的再好 你那小说不卖钱 你也不算什么 一定要卖钱 然后呢 电影上一定得有票房 票房 对 你比如说你一个作家 这个获了个什么奖 你小说大卖 然后马上就给你归为 这个什么 作家富豪网 对 我这边还被归一回 这是前十成可 然后呢 我说他都是拿钱来 衡量这个成功 所以导致这些 刚走入社会 其实大学已经算走入社会 因为他不是义务教育 那么他就这种攀比型 就我们社会的 这个标准权定在那 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就说是 他们是无辜的 就这些女孩 社会是有责任的 是社会的引导的问题 那么领导问题 你高处的问题 就是你的社会的目标 定制的对他们极大的诱惑 就你说消费主义 第一等问题 就是他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了 是你金融系统的问题 500块钱 你随便办个卡 也得他们随便刷出去 对不对 平时我非得去弄他们这事去 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个悲哀 就中国金融系统 不像他老在这种改革 其实这种大学校园 你把信用卡给他 如果他花冒了 因为信用卡有的给的很低的 就是两三千块钱 那么在今天全新银行系统沟通的情况下 你这个代价会很大 可是那个息是低的 他们这个事主要就是息太高了 最高的息是按日记你还不上的 对就是他那个大学校园 这信用卡为什么退出去了 是因为大学生的违约率比较高 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换一手机号 我就不还了这种的 而这种高利贷是我维持在50%的这种违约率 我都能赚很多钱 都能赚钱 对 他们违约达到70都还赚钱了 还能赚 我也看到这个有人说 这个有人放贷的时候 我这行也干不了了 就跟你说有人跑了那种的 有的人带了十几家 有的女大学生也挺厉害的 那我就不在乎我的照片 我带了十几家之后 我消失了 说坏账太多 我也不想干了 我看有人还说这个 他那裸照 现在只能把它理解成天体主义 我跟你说 还有那种片中片的特有意思 我看一个案例 这个女孩 她特贼 她上网 敲所有的放贷公司 她跟所有的放贷公司去聊 聊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价钱 她觉得这家价钱是最便宜合理的 然后就反复谈条件 谈完最终条件以后 那人把她的最合理的公司 所谓最合理就是便宜 把她的所有资料拿走了 没放贷就跑了 她还碰见过骗子 骗中骗 骗中骗 她为什么你认为合理 她就是条件诱惑你 因为你是必须让她审查通过 才能放贷 对 例如你把照完裸照 是吧 她说不行 说这个审查没通过 你还得要视频 你的视频必须得去哪哪哪 还得超过八分钟 什么这个那个 那有的人就说 你怎么一开始没跟我说 我给你一个裸照 我就已经下了很大决心 你又弄这视频 那视频 就是惨不忍睹的那种视频 她就不干了 不干了 那等于前面就前功尽弃了 对不对 你说就说 那最低的五百块钱 就拍这种裸照 那我认为这裸照 早就值了五百块 还让 这怎么算的 这不知道怎么算的 这太不值钱了 广美 你作为女性 你能理解妹妹们吗 不能理解 我之前这个话题 我真的我心里 真的我觉得很沉重 因为我怎么说 我很庆幸 我没有女儿 那你原来上学的时候呢 台湾有贫富差距的 那个时候 那当然也是 所以刚才 我觉得 王老师刚才讲的说 我是属于一种 高高在上的扑速 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认同 因为我也从人家小孩子出来 我可能没有苦到说 什么得上 小时候上学 得走两小时路 我们当然那个时候 不会这么糟糕 但是 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 然后社会教育很重要 所以您刚才讲说 这个社会 社会要负起责任 社会要负起责任 但你觉得那些女孩 是无辜的 我也不赞同 为什么她们是无辜的 今天如果说你的 这个叫裸什么东西 裸带 裸带 你是为了要去买一个 你负担不起的书 或者是你负担不起的学费 那我还打从心里 就是我真的会很同情你 我甚至愿意去帮助你 让你不要去 进入这么悲惨的一个轨道 但是如果今天你告诉我 你去裸带是为了要买一个 化妆品 保养品 我真的是 我对 我是打从心里看不起的 可是呢 女生们一块出去 明显的 那个有回头率的 或者男生会看上的 就是 人家画得漂漂亮亮 形头一流的 文涛 有的时候 女孩的美丽 跟她的回头率 真心不是靠这些东西 可以装扮得出来 有时候是你 真的是 我讲这个好像感觉很虚 但是真的是打从心里面 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这些东西 会让你变得很丑的 如果你去做了裸带 这样的事情 我真心不认为你是可以 昂头挺胸的 很骄傲的 走在路上 我不晓得 那是你 但是我跟你说 人都有绝境的时候 这我就 你包括广美 我记得 咱们这么熟 你也有过 人生的坎坷 比如说 我记得你是借过钱的 比如说 从香港那个时候 跟上一个 怎么着 那个时候 不是也是 价钱都净进了吗 那你那个时候 好像也是 你怎么借的钱 我没有借钱 我就是卖我自己的东西 你十万块钱的东西 你就三千块卖掉 你原本 这等于变卖家产 我原本两台车子 我两辆车 一辆吉普车 一辆跑车 就是卖 你一百万买的东西 我十万块卖掉 我就不相信 那十万块钱 我会活不下去 你原本头等舱 你可以做商务舱 商务舱做不着 你还可以做经纪舱 经纪舱再不能做 你不飞了行吧 你那时候这么过去的 那起点还是跟大学女生 不太一样 有车可卖 你去看 他这个很复杂 不是这个事 这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对 这就不是重要的 有一个我看这个例子 他那女孩为什么贷款 他为男朋友 也有这一路 这是不是很值得通情 他为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还是 他呢是没钱 跟男朋友 就是带来的钱 实际上是花在男朋友身上 最后男朋友还把他抛弃了 所以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呢 就我刚才说的 就是全社会的指向非常明确 就是你得有钱 对 所以不管这个事是什么事 是你买化妆品 还是买包 还是追男朋友 还是要干嘛 那么就是你交学费 现在没有钱 这个事就做不成 这是全社会告诉你的 你说到根上了 我就觉得咱好像也没辙了 就是钱成了最重要 唯一的成年人教会他们这样的 对大人们这样 咱们之间不也是这么 现在今天最牛的人是首富 马爷 你觉得这玩意将来 咱就这么下去了吗 我觉得社会的价值取向 会慢慢往回宁 就是希望 希望是这样 你看西方发达国家里 它其实你的成功啊 或者你的社会的地位 不因为你有钱 你有时候有钱的人 反而很普通 那我碰见过 有钱的人多了 那是真的有钱 不像咱这个 听着是个首富 还欠银行好多钱呢 对不对 人家是不欠钱的首富 都很平易进入 很多人有没有钱 坐在一块 他有钱没钱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 谁有钱 你像那个什么扎克伯格 那个开的那破车 人家穿个机器 对对 就很一般嘛 西方很多富翁都是很 包括他的孩子的要求 包括全社会的态度 我认为是全社会的态度 我们全社会的态度 目前不好 价值观认知都有问题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某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保养品 但那个保养品 它真的很 它起跳 五千块起跳 最便宜的东西可能都要五千块钱 你要知道五千块只是一瓶而已 你要把整个脸擦完 你最少要四瓶东西 打底的 什么水壮的 霜上的 什么什么精华液 还有眼霜什么 你没有四瓶 你根本就涂不了一张脸 那问题是我 一直跟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女孩说 我说你知道吗 像这些东西 这么滋润度这么高的东西 是姐姐们 阿姨们用的东西 你们太年轻了 别用这个 因为用这个东西 对你的脸部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人不管 不行 姐 我一定要买这个 可是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 可是我听一个90后的女孩跟我说 说文太老师 我跟你说 我妈妈从小就让我敷面膜 她说我真的体会到了 就是你这个天天敷面膜做保湿 你这个脸就真的是不一样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是女的 是不是啊 就是现在的女孩啊 从10岁 她就开始敷面膜了 保湿 你觉得这是好使吗 你知不知道那面膜里面 有多少的防腐剂 有多少的清佳剂 所以得买好的面膜 对吧 这个肯定是要买贵的 不是 我只能这样讲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要适度的 就是要找你自己 适合你那个年龄层 我不是说让所有女孩都不要保养 每一个女孩都要保养 越早保养越好 这也是我的观点 但是你必须在18岁的时候 用18岁的东西 你30岁的时候用30岁的东西 而不是18岁的时候 你就要用50岁女人 买的一瓶5000块钱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皮肤 有很多时候都是天生丽质 我也见过那女的就是啥也不保养 那皮肤比谁都好 那你没辙 真的 就是我可能就比较错误了吧 就是我怎么觉得 今天女孩的这个皮肤 不如我印象中 我们中学的女生 女同学脸上的皮肤好 现在有雾霾 那时候没有 雾霾很伤害皮肤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所有地方的这个咱们这个毒素加起来 对对造成这个病态的社会 病态的女性 好 像光美 病态的女性 好像男性就都不变态了 都是变态的男性 才有了才有了女性的心酸 第一次男癌 这个地位不可动摇 像光美 我真的觉得皮肤就是这么天生的 对 我妈我妈七十几 我妈皮肤比我还好 他有资格说这话 您的脸就别说这话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性的最大特征是神秘 今天的最大特征是不神秘 那网上什么都有 对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无论你怎么去进 怎么去阻碍这个事 这个事是跟潮水一般的涌来 所以现在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什么珍惜的感觉了 过去都有这种珍惜的感觉 有的女孩就是说我得让我新婚丈夫碰我 别人都不能碰 现代人直接说 一听说那女孩是个处女 那我不要了 说这这么一经验没啥意思 那他观念都不一样 一个新婚的一个视频是采访 是一个电视台的采访 就是在街头随机找这个年轻的姑娘 问你这一生你想睡多少个男人 我看到的数字最高的那个时候 两百多个 然后说你现在已经睡了多少个 一百多个 而且特别严肃很正常的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带着男朋友的 问这个女孩 他带着男朋友在旁边站着 我睡了十来个了吧 对 就这种 那你听过那个 有个段子讲那个90后和60后的吗 我估计你们听过 就是说 坐那个火车 卧铺 有个90后的女孩睡上铺 有个60后的大叔睡下铺 然后那90后的女孩 就不考虑别人的 放那个音乐 那很大声 烦的 这睡不着觉吗 这60后的大叔就跟他说 说姑娘 你能不能让我睡一觉啊 这姑娘看着大叔看了一会儿 说行 上来吧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 对于有些女孩子来说 一个这个 这都多了 这都多了 可以睡两觉了 可以跟大叔睡两觉 你说 我觉得有时候还不是闲的问题 你应该讲到 就是这个 对于性的观念的这种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真的很让人吃惊的 我有时候玩一些那个手游嘛 那你知道手游会有很多小伙伴 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群 一个群里面有好几百个人 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的 那我是做消息免打扰 我是不会去看那些消息 但是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人的微信的名字 我吓了一大跳 他给他自己取的 微信里面取的名字 是叫 亲他的城 当他的王 睡他的人 上他的床 他怎么弄这么长 这个就是叫做个性签名 就是自我表态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 这算是比较文明的签名 对吧 也就是上他的床 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传染性 就是一个女孩 看见一个女孩 比如找了个大叔 什么的 他马上都会觉得 我也可以找一个大叔 至少帮我买单 什么的 其实对他们很多时候 要求很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晚上我想去唱个歌 一帮孩子想去唱个歌 总得找一个咱们这老干聪 我觉得咱们怎么那么冤大头呢 就是 我们年轻时候没赶上好日子 对 你说我们这些大叔 要不是真是为孩子们服务 有的时候也不是睡不着 对吧 就给他买单 你也愿意吗 对不对 我不愿意 但是我有的朋友 那不就是承担了这种角色吗 你说这怎么理解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说 什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 那就是说这女的 多睡一个人 你就多贬值一分 对 那固然那是老土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沉一下 到那里了一个境界去了 这东西 对 他是跟他说的那视频 我也看过 那我看过 我觉得兴趣 很接近的 很有意思 那视频 就是他就随机采访各种女孩 女孩回答都大部分 都超出你的意料 有时候两个女孩 一块走就问 说你一生中 要睡多少个女孩 那女孩说 他已经睡了十多个了 他悲秘说 对 直接说 有的最什么 我里头说的最保守的人 就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人 说睡仨 就是最保守的 说要找一个人 就是没结婚的人 还有一个 以后还有一个结婚的人 也不是怎么还一个 是那个 他说睡三个 那个说是在大学里边谈一个 谈一个 这种傻小子 大学之后要找一渣男 被这渣男骗一回 最后找一老师 这是里头 这是完满的 这是三个 这是里头要求最少的一个人 剩下都是十个二十个 最多的二百个 对 二百个 可是那个是我觉得是挺具有这种研究价值的这种采访 对 而且说的都很自然 没有一个人是很拘谨的说 是吧 其实我们说这种 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啊 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很内心很健康的一种事 也有可能 你不好意思 我们不健康 那我有些朋友可得意了 就是你知道 就是说感参好时候 大叔感参好时候 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说你要做在美国 中国现在对我们这老男人是最好的时候 说在美国哪有这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赔不我们这岁数的人玩啊 他说可是在中国 对吧 有钱 我哗啦啦 整天朝一的堆都没问题 也没花太多钱 有的时候就是给买个单 这就是不能全怪那些女孩的原因 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同样重要 老男人这供给侧改革 非常重要 对吧 很重要 所以也得谴责 你知道他们想讲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消费主义 还有什么社交媒体等等 这些是一只巨兽啊 就是说在吞噬我们的这个 灵魂 新一代的灵魂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大学老师 他说你们要同情这些女孩子 他说我认为有同情之处 他说因为什么呢 1999年他去这个重庆叫什么乌山乡啊 就做调查 他说1999年那个时候我做的这个中小学孩子 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他说你们要知道极度贫乏带来的这个后夷的这种意识 但那个时候比如我调查一个小学呃四百多四五百个这个学生 他说走山路 每天一两个小时才能上到学的孩子就占到了一半两百多个孩子 午餐的时候就是一半的孩子没有午餐 他就说 他说你想这样的孩子 他上了大学 而且我就觉得我真觉得我们6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样穷 没这种虚荣心 真的就是说他这种虚荣心我有时候表现 有时候我看到我觉得好可怜 就是怎么现在会出现 家境好 你比如我觉得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个 我心里就特心酸 我特希望让他不缺钱花 因为我见过那俩女孩 你知道一个家境不好的女孩 现在要是跟那个富二代的一个女孩 俩人一起出去还交朋友出去逛街 我就看着不漏远 那富二代女孩就是 他帮富二代女孩提着行李箱 那富二代女孩买的那个东西就成箱 然后什么喝个咖啡啊 喝个冰茶 都是这富二代女孩给他买单 于是这个贫穷的这个女孩 就有一种奴言悲惜的那种感觉 哎呦我觉得这太心酸了 那个泄露的资料里边有这样一个资料 说那个专业上有两大专业 一个是师范专业 一个是医学专业 中西部院校的师范专业 是交钱交学费交的最少的 这我们都知道就上师范以前是免费的 现在是不免费的 但是他学费是交的最少的 你比如像金融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或者是这个这一类的专业呢 是出身不错的那些人报的 因为他的学费很贵 他可能一年就是一两万块钱的那种 他们这个穷人的孩子是报不起的 我们没有完整的调查那些被骗的女孩的家庭的财政状况 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专业大致能猜出来 就是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啊 到了城市了以后 就是别人都在炫富 其实自己又没有钱支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拿一个化妆品也算呀 就这种有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关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呀 就是人靠衣装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真富就是真富 真穷就是真穷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说是消费主义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靠俩符号 我用得起这个 我就是广美这一层次的女的 但甭管实际上 那这不是广美还说呢 一出去就广美实际特朴实 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被人家瞧不上 不不不 他朴实不是是这样 他朴实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个朴实 是两回事